我们说吃饭,睡觉之后,除此之外,多喝水 因为你看地球上也是,它本身就是个生命 我们再讲,水占百分之七十亿 人体也是,人体主要的重量就是水 而骨骼呢,它也是代表这个渗水所主的 除此之外,一些洗漱,咱就不上小学的课继续讲了 但是,当然爸爸妈妈也没有真正讲过 我们看他们怎么来就怎么样 其实过去人,他是不太这个,就是说 当然也有刷牙,也有,但是很少 你看那个,以前喝的水也是好的 这个牙齿都是很白,坚固的 现在,反正各方面吧 所以说,你看农村有的,他还是说显得阳黄一点 他有这个,后来的原因 你看非洲人,他怎么阳都白的 人家很多东西都是天然的 那就是说,他这个现在社会污染了 就各方面这个食物啊,药啊,很多 反正你多注意也好 但是即便这样,这个洗澡啊,这个洗头啊 也没有必要太频繁,是吧 虽然说现在环境也那个了,是吧 你就多注意一点也好 但是我觉得七天足够了 那你要说夏天的话,热你可以冲凉 那冬天呢,你有的七天 甚至说一个月,几个月也不为过 真的不为过 你看,首先头,它的油,它是对身体的保护 对这个皮脂,它是有好处的 你老是洗,老是洗,它这个质量越来越差了 包括你这个皮肤啊 我们调一节课在讲女人的这些外在的东西 洗澡呢,他古代人一天,不要说一天了 就是,当然那个时候水不太方便 但是过去的人,你看我们举几个这个这个 了不起的人物,王二十,一辈子没洗过澡 然后白菊液也是,洗一次澡,下来好几两肉 这都是有记载的 以前呢,像汉朝,唐朝 分别是五天呢,十天呢,这人们的习惯 其实说这些,大家都做个参考 这个真正那个老是洗的话 他对这个身体,它消耗的能力比较大 你当然洗完了之后,它是一身清闲,清装上针 但是它是,它是要消耗的 要提前透支,你睡觉 那个洗脚,洗澡这个这个就是尽量是晚上 晚上洗完就睡,要好一点 然后呢,这个中国人,他是不太更在意泡酒 不在意洗澡,不在意洗澡 洗泡人,他是洗澡 而且尤其一大早起来,就就就洗 洗完,那就是感觉当时很好 什么都是来的快去的快 记得这个道理就对了 大起大落 这个泡脚,它的这个第一柱棉 这个对身体气血呢,要恢复的非常重要 尤其冬天秋冬一定要泡,那天冷了 那个,它这个热量集中在这儿 然后它气血自然就是说,有一个导向 自然,这叫引火归圆嘛 归到丹田,归到脚,大周天那叫到脚 那个小周天导妇,这个就,它,它,它是,一定要,这个,好的习惯,好的身体 你像头什么时候痒啊,什么,在这之前就洗 你,当你磨到规律,在这之前 今晚不要等个渴了,再喝水,是吧 在之前,是最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是,稍微有点晚 那你一定要喝了,再不喝更晚了